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国始终真诚合作 携手发展 成为政治上彼此信赖的好朋友 经济上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近年来 两国交往频繁 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务实合作稳步前进 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是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指 他高度重视中纲关系发展 愿同萨苏总统一道努力 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 不断丰富中纲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 携手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夏苏表示 刚中建交60年来 两国人民始终团结友好 秉持对和平 公正和繁荣的共同追求 推动刚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快速发展 双方在相互信任 互利共赢基础上 开展了广泛合作 成果丰硕 愿进一步巩固深化刚中友好合作关系 为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广州南沙利新沙大桥 22号发生货船撞击事故 桥面坍塌导致五台车辆掉落 目前已经造成五人死亡 利新沙大桥不仅是三明岛连接外界的主要通道 也是当地的供水渠道 大桥遭到船只撞断 导致三明岛内出现了停水 岛内居民呼吁当局加紧修缮临时渡口 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和岛内农作物的运输通场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万寝沙镇的一个大坝出 在我身后就是这次发生事故的大桥的位置 我们其实可以通过镜头来看一下 现在的一个船体的下方 其实是有不少的拖船 那么以及是海市海警相关部门的一个船只在进行搜救 其实我们了解到这个大桥 其实是在连接我身后这个三明岛主要的一个通行的一个设施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一个大桥桥面的一个坍塌 其实对于岛内的一个居民是造成了严重的出行的不变 那么除了出行不变以外 其实大桥的一个损毁也主要导致了在整个的供水管道 也出现了一个损坏 目前岛内的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情况是处于一个停水的状态 那么为了供水部门表示 现在目前因为这个主要的管道受到损坏 而再加上整个的现场的环境是不太好的 所以要做临时的这样一个接驳和修缮是不太理想 需要重新来铺设管道 而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需要四到五天 所以为了缓解现在目前岛内居民应急用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供水公司呢 现在是将这个送水车是开到了这个高速的桥面上 那么利用这种软的这种供水管 那么连接到村里面的这个蓄水池里面 那么再由村里面的蓄水池在接收水之后 再分配给有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居民 岛内的居民就告诉我们 他们目前除了供水的问题以外 他们也非常希望说可以修缮这个临时的渡口 那么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段 其实也是进入到了岛内 那么包括不少居民也是表示 他们希望这个临时渡口 第一是缓解我们说现在目前在岛内物资紧张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呢 因为岛内不少呢 都是有这个农产品的运输 包括有种植像番石榴啊 葡萄等等这样的农作物 他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渡口能够尽快的修缮 帮助他们把物资给送运送出去 中央搞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22号抵达香港 展开一连七天的考察调研 他先考察香港国际机场 他说这次来港 将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 地区治理等情况 和社会各界共谋香港新阶段新发展 22号上午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抵达香港 并随即考察香港国际机场中央控制中心 听取机场管理局的介绍 详细了解了香港国际机场的发展情况 包括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的应用 夏宝龙指出 此次来香港考察调研 是贯彻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2月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述职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实地了解香港经济发展地区治理等情况 与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 共同谋划香港新阶段新发展 以更好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推动一国两制行稳支援 他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是享誉全球的金字招牌 长期以来香港充分发挥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 形成了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在香港游质极星的新发展阶段 中央将继续支持香港拓展航空网络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香港成教署22号召开记者会表示 随着涉及黑豹事件 及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陆续被判还押及判刑 香港实现由乱到治 成教署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权力支持及配合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 过去一年 新收纳入成教院所的人士显著增加 共有17200多人 较2022年的13000多人上升三成 成教院所平均每日在求人口 也有前年的7600多人 上升至2023年的8400多人 平均每日收容率有67%上升至75% 去年因涉及黑豹事件相关罪行 以及违反国安法而被收纳入成教院所的人士 达950人次 较前年上升15% 截至去年底 涉及黑豹事件及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在求人口 有776人 按年上升约五成 香港成教署署长黄国兴表示 随着涉及黑豹事件及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 陆续被还押及判刑 香港实现有乱几致 成教署全力支持及配合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 作为香港刑事司法体系的最后一环 我们现时执行程与教的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我们的前线的同事 都要面对着一些持续出现的国安风险和威胁 要有效去防范制止和惩治 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我们必须要尽快去完成 《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对于已经解散的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 接受监管期间潜逃香港的事件 华国兴表示 蜀方正与相关部门研究修改法例 防止接受监管的人士离开香港 他表示成教署在机管更升及社区教育三个方面 会继续推陈出新 务求成为国际推崇的成交机构 在机管工作方面 不少引入的充合元素便是亮点之一 例如新引入的机械犬巡逻系统 配合第五代行动通信技术 能探测温度变化和低行 可以按照指令执行户外巡逻工作 应对突发事件 维护法治机械犬体现出来的是 这里严格的制度而帮助更新 这只辅助犬则代表着这里的温度 刚刚开始推行的更生辅助犬 可以在临床心理学家的主理下 通过互动帮助改善在旧人士的情绪和心理健康 此外从建立更生服务中心 亲子中心 到提供教育文凭课程 成交处表示 正在加强工作 将更生计划有围墙内研制围墙外 协助再救人士改国自新 冲突社会 凤凰卫视赵龙 香港报道 大陆渔船遭台湾驱离 造成两名大陆渔民死亡事件 持续发酵 台湾海巡署22号 针对追逐大陆渔船的事故 做出说明 强调没有隐匿影片 对于因为没有全程搜证影像 无法让家属快速了解真相 感到抱歉 并且表示 希望不要升高冲突 让死者安息 生者安心 台湾海巡署22号 针对日前追逐大陆渔船事件 表示是日常执法勤悟 没有其他考量 并称外界质疑 有隐匿追逐影片一事 并非事实 本案也因此导致了家属 无法很快地了解事实的真相 没有能够让家属安息 也让社会有很多争议 我们感到非常抱歉 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回归执法的个案 不要升高冲突 搁置政治 人道优先 我们期待能够尽快完成伤后 让死者安息 生者安心 海巡署表示 现有的CP型号船艇 没有装设全船的监视系统 未来人员出勤时 会要求配备密录器 另外对于追究责任问题 海巡署做出回应 要求要连承相关的责任人 并且来向家属道歉 想要询问这个部分 海巡署的立场是什么 因为事实真相 目前由金门地检署 申办中 金门地检署也表示 会全力尽数谨慎的调查 本案事实公布 在事实真相还没有公布之前 这一部分我们没办法 来表示这些意见 有关于协助家属 后续处理事宜 海巡署表示 家属目前提出了 要真相 道歉 以及赔偿三项诉求 其中在要真相 以及道歉的部分 要等到检调来厘清 而在赔偿的部分 目前是没有共识的 至于罹难者遗体火化 海巡署强调 都会尊重家属的意见 凤凰卫视蓝镜图 静敏怀金门报道 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 价值7500万美元的 对台军售计划 这项对台军售 旨在升级所谓战术数据链系统 提升所谓共同作战效能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22号回应强调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武器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国台办发言人在早前指 有媒体算过账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 台湾向美国购买武器的花费 和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 逐年攀升 2024年 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 较八年前增长近一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回应时也强调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武器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 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 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外有正在台湾窜访的 美国议员指 不管是谁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 美国都将继续直治台湾 猫牛反驳 美方要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他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 最关键的就是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 首先两岸之间的问题 不是外交问题 你可以向中方的主管部门 那么至于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最关键的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 本环卫视陈其叶不见 北京报道 今年春节假期 内地消费市场 事先良好开局 中国商务部方面判断 在新春消费旺季 和各项措施的带动下 第一季的消费市场 将呈现平稳增长 春节期间 内地消费火爆 重点零售和菜银企业销售额 同比增长8.5% 中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还显示 在截至2月17号的 为期一个月的网上年获解 网络零售额达到约1.2万亿元 比去年日均增长近9% 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预计一季度 内地消费市场将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另外有关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双反措施的复审调查 目前商务部已收到多个利害关系方提交的立案庭审意见 将依法推进调查程序 做出公正裁决 商务部将依法推进调查程序 对各利害关系方的主张及其证据 进行全面审查 充分保障各方的权力 做出客观公平公正的裁决 另外在外贸领域近期商务部等9个部门 联合印发文件 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 其中就包括要完善进出口管理政策 积极妥善应对外国贸易限制措施 何亚东在会上就表示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政策落实 也包括要健全金融物流等贸易支撑体系 并加强同各国的合作 构建公平稳定包容便利的汽车贸易环境 封鸿卫士小文和有韵 北京报道 俄乌冲突两周年之际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基辅接受本台特派记者专访 他认为俄罗斯近来在战场上取得的部分进展 并不会对整体战局产生重大影响 乌克兰仍然有欧洲的支持 不会考虑停货谈判 俄乌战争已持续近两年 乌克兰面临着继续征兵 国内经济和与邻国关系等多重压力 波多利亚克表示 阿富杰耶夫卡沦陷 竟代表俄方前进了数百米 但乌方目前仍控制着 顿涅茨克地区的局势 俄乌战线长达近1000公里 且时刻处于动态 乌方不会因为这次损失而改变态度 也绝对不会做出妥协 如果俄乌要继续续续续续 其他状况仍然是同样的 还是会改变现在 几乎三岁的战争 为何必须要禁止炎 为何必须要禁止炎 为何必须让俄乌战争 第一,改变态度 第一,改变态度 俄乌战争 俄罗利亚克也不认为欧洲国家 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 他说俄乌战争强度高 规模大 欧洲之前没有在军事生产上 投入足够的资金 也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源 但德国今年计划支出75亿欧元 北欧中欧国家的军费预算 将是去年的两到三倍 显示他们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 他强调乌克兰只接受俄罗斯 从乌克兰所有领土撤军 否则战争持续下去 只会有两种结果 某些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 但他也认为欧洲国家都清楚了解 战争失败将会带来的风险和后果 并都将今年的军费预算大幅增加 显示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 虽然持续两年的战争复杂和漫长 但不管是欧洲还是乌克兰 都有决心继续战斗 《凤凰卫视》特拜记者刘备 乌克兰基辅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21号出席未来运动会时 一名叙利亚男孩告诉普京 自己想成为俄罗斯公民 普京告诉他不会很难实现 可以和他的父母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视频中还能听到普京用英语 向小男孩提问 我非常愉快地看到你 我愿意成为俄罗斯公民 我愿意成为俄罗斯公民 你都会有所有机会 你都会有每次机会成为俄罗斯公民 我愿意成为俄罗斯公民 你哪里有父母 你父母和父母 哪里有父母 哪里有父母 你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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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俄罗斯公民 是俄罗斯公民 你对俄罗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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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俄罗斯公民 有俄罗斯公民 是俄罗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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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警方称 三名巴勒斯坦人枪手 22号早上 在约乃河西岸一处 以色列检查站附近 向驾车人士开枪 造成一名以色列人死亡 另外有8人受伤 事发在早上的 7点半的繁忙时间 三名巴勒斯坦人枪手 在耶路撒冷以东 约乃河西岸一处 以色列检查站附近 用自动步枪 扫射在检查站外 排队的汽车 多辆汽车重弹 警方表示 两名枪手被击毙 第三名被打伤 但是没有透露 更多的细节 由于以哈战事 愈演愈烈 约旦河西岸的紧张 局势也持续升温 以色列南部 一个公共汽车站 在16号也发生了枪击案 有两人被 疑似巴勒斯坦枪手打死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 一艘船只 22号在距离野门港口城市 亚丁东南部的 70海里处 被两枚导弹击住 导致了船只起火 并且指联军 正在作出回应 英国海上保安公司 安布里证实 预袭的是 挂着帛琉国旗的 英国杂装船 由泰国前往红海方向 再来看 泰国外交部 22号历星记者会上 发言人就禁止 大量的缅甸公民 在仰光泰国 驻缅甸大使馆外 排队申请签证仪式 做出回应 雍三事件已经解决 并且强调 根据东盟 缅除成员国公民 短期旅游签证协定 缅甸公民入境泰国 不超过14天 无需签证 泰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发布会上表示 已经注意到媒体密切关注的 关于大量缅甸公民 在仰光泰国驻缅甸大使馆前 排队申请附态签证的报道 目前排队拥塞问题 已经解决 大量缅甸大使馆 发言人员 是下一部仰光泰国住缅甸大使馆 还将提供护照查验网上预约服务 同时发言人指出 缅甸公民短期付泰无需签证 至于是否在出现排队情况后 有更多缅甸公民入境泰国 发言人表示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信息 而目前预约查验护照的号码 已经排到3月1号 不过发言人也指出 在周边国家中 泰国并非唯一面临这一问题的国家 凤凰卫视 李扬王涛 泰国 曼国道 恒勤约澳深河区民生事务局出台的 恒勤约澳深度合作区 关于促进澳门青年创新创业的办法 已经在本月1号起实行 办法明确了合作区澳门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的认定条件和程序 规定了基地运营主体 可以获得的扶持 以及澳门青年创业企业 可以获得的场地租金减免和创业奖励 助力澳门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恒勤约澳深河区民生事务局 将根据办法要求条件和流程 认定一批面向澳门青年创业企业的 创业基地打造澳门创业青年聚集区 为澳门青年提供拎包入住的办公空间 以及完善公共服务场地设施 并提供企业注册财务代涨 实时产权等服务 而对于由澳门青年合计 十股50亿以上的企业 精评审认定入住创业基地的 最长可获得连续36个月租金减免扶持 企业入住基地实质性运营满6个月后 可获得一次性3万元创业奖励 获得国家省级创新创业大赛奖项 或者澳门特区政府无偿资助的 套门青创企业 可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退套奖励 满足一定加速发展条件的青创企业 可额外获得24个月租金减免 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 当局表示 办法对政策扶持的兑现模式 进行了全面优化 不同于以往的先交后补模式 澳门青年创业企业 将可实现租金直接减免 企业仅需交纳基础费用及减免后租金 即可开展经营 民生事务局将按季度 向创业基地拨付租金补贴 日前第一批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基地 认定申报工作已经展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节新闻会有更多消息 我们将持续的关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